歡迎回到第340集的動漫廢物第2日記 另一個主題我認為貫穿得不錯 就是說複製那件事 首先這群主角全部都是複製人 除了男主角 那群主角是複製人 然後又說地球人是月球的一個複製 他說複製那件事蠻貫切的 還有說道德那件事 其中有一段他說的理事財團 說中國理事財團 他們在很多山區開很多孤兒園 他說這裏就用了一些真實歷史 就是一鞋政策 因為一鞋政策很多人扔了一些嬰兒女 那嬰兒女就扔了出去 他們的孤兒園都收了 然後阿貞最初 那時候她是李玉玲的身份 覺得奇怪 那支出都很大 你建了這麼多孤兒園 然後人家就跟他說 其實不是這個身材之道 為什麼呢 他就說 要這些嬰兒女去懷孕 大過了之後 就令她懷孕 然後就將她們墮胎 墮胎之後就拿她們的嬰兒 那些嬰兒的細胞 用來做醫療等各樣的用途 聖理的人做生意會洩給你 不是 應該什麼孤兒園 那根本就是一間怡紅園 隨時的孤兒園 實用面積是把窗袋也計算 不肯定啦 不用說 隨時 我想找人查一下三頭大學 其實會不會進行什麼秘密任務 都說在尖角豬島做 但你當他去critic 其中很多這些道德偉 譬如說 為什麼有幾個道德偉 一個 我認識不到幾個道德偉 是個clone 只是把某個器官切出來 有些 譬如說過其中有一個 有一對兄弟 Master兄弟的doner 即是阿楓 光頭 阿桂 他們也有說 當阿楓覺得他們殺了阿桂 或是怎樣的時候 但其實他也有想 如果 他們兩個自彈一個有生命危險的時候 而他告訴他 你有一個複製人的 其實他有一個後備的 你會不會去選擇 或是去居住那個人 然後令到自己比較親的那個人 可以生存到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 可能我也會這樣做 有很多這些矛盾 去到最後他們 譬如阿璧臨死之前 勸大家要放下仇恨 怎樣令那些變魔鬼的人 做好人 其實其他的捐贈子都受他的影響 譬如剛才說他們轉生之後 就是恨他們的生父母 因為就是他們令到自己遭遇這個不幸 因為你愛你的親生兒子 所以對複製的我 就可以自主不利 但最後他們是選擇原諒他們 其實你想想說複製的那個位置 是很微妙的 其實他的DNA 那樣東西都是你的兒子 或者女兒 就是你的兒女 但是你可以當他是一個 後備食糧 一個物件 一個物件 而這件事 就像米娜最初見到 Julian的爸爸 約克公爵的時候 那一刻他心裏都有一點感動 覺得這個就是我爸爸 他都會當本體的爸爸 是他真正的爸爸 他都會覺得這個就是我爸爸 但當然之後 因為他知道約克公爵 根本都不當Julian是東西 他就很紛陣 不論他是本體還是捐贈的 他根本看不上 他都會很憤怒 但他都會覺得是一個爸爸的角色 但是變成了 這群複製人好像有毛巾 他根本是從哪裡來的呢 好像真是一個工具 這件事在故事裡 一直都去探求這件事 如果我們是複製的話 如果地球是一個複製的話 應該怎樣呢 那其實是不是宿命就是這樣 其實他本身就是被人用完即棄的呢 就是有這類型的探討 我覺得這個都很特別 在裡面其中有一個 說了很重要的就是 那個本體的爸爸 他真正關注的是 那個跟他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的 所謂親生仔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謂親生仔 基本上算是血源或DNA 不論是本體或是福製品一樣 但是他們因為對那個 在自己身邊十幾年的 是有一個感情在裡面 所以會為了他們 什麼都願意做 我覺得呢 這可能涉及到一些 對生命的討論 我自己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 其實你與其 要生一個人 譬如有一個A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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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交出來 去複製一個Julien 然後把他變成米娜 是這樣的 既然是這樣 那為什麼你不一次過 生很多個 然後那些人一起 跟你生活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老實說 即使你把那個人 複製了他的 假設 他不一定是 因為病 可以聞到意外死 你要接這個人回來 就像BIG的事件 事實上 他的生活、成長的文化背景本身是不一樣的 就算你用了他,他也不是你原本的兒子 如果是的話,應該比較理想的就是你把兩個都放在同一個 至於幾乎差不多的環境,他們才可以成長到差不多 老實說,到時候你真的要找繼承人,你都還有一個比較,怎樣說 你可以選擇,當然可能會增產 但問題是你用一個,你就是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你反而自己少了,即使用功利的角度,你也是少了選擇 這個就有些是古代和現代的做法 例如古代那些比較,王族就是不斷生 就是好像萬記所說的,中國風險減低,選擇比較多 現在現代的就是,我只是認可這一個 然後,他有什麼東家豆腐的,我用科技和錢去補救這一個人的風險問題 因為他不當Cone是他的生小孩 他當Cone是一個零件 我的意思就是,既然是這樣 因為你就是抽了細胞出來,複製了,所以才不當這是你的新生小孩 譬如像泰王,他也有三個兒子 那就沒問題 因為那些是他真的生出來的 我的意思就是,其實是根本不需要複製這件事 你明不明白 我對複製的看法就是,我覺得根本不需要複製這件事 那我就要製製一些backup給他們 譬如他那三個兒子,可能他三個兒子都有Cone 各自有他自己的Cone 有這個可能 而且他在說,一到十六歲就居 他可能十六歲居完之後,那頭居完之後又製造一個出來 就是不斷去替換這件事 所以,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零件 但是,你成長的Cone,他們都是人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個體 你不會想著自己是另一個人的Cone 這個也是,在故事裡去探討很多 其他作品比較少去提到這件事 其實都不是的 我知道維斯里的頭髮其實有提過一下 都是說外星有個星球,他們又生產很多Cone來幫自己換器官 但那班人有個思想 所以,最後就是離地球 另外,有本很出名的美國小說 我忘記了那個書名了 是說有個媽媽,為了治療她有血癌還是什麼病的女兒 就生了一個女兒出來,用她的血來治療她的大女兒 而那個小女兒終於受不了,就提出訴訟 其實都探討很多這樣的事 其實現實中,科學家都發覺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那個複製體將來有自己的思想 因為複製體是一定會有的,她也是一個人 所以現在其實就跳了 就在那些豬身上培植人的器官 所以她只是一個器官 對,真的只是培植一個器官 然後那個器官取了主體的話,就是人頭處 好 不是,可能就是,譬如令到那隻豬多了一隻腳 那你到時斷了一隻手,你會撞到那隻豬腳 但我就很期待有一天,就是本體被那隻豬的意志操縱了 只是天天夜夜夜都是 還有你如果移植了豬的器官 那你之後再吃豬,有沒有道德上的問題 我很複雜 很複雜 很複雜 寫不捨 但她最後的故事結局就是講 因為阿碧 其實我覺得這一刻又真是搞事 就是因為這樣令到那些clone 是沒有仇恨的心 而他們本身復甦是因為仇恨 所以當他們沒有仇恨的心 他們對本體和他們的 複製他們的那些人 即是那些父母 沒有了仇恨的心 然後就消失了 他們的意志消失了 還回給本體 其實就是得道清先 對 但是她之後剩下的人 死就死 消失就消失 就剩下MIRROR 但那個感覺其實很慘 MIRROR 對MIRROR來說 就是她的同伴 她的朋友全部 好像無聲無息消失了 沒有人知道他們不見了 又或者那些人就算知道他們死了 是很久之前死了 但是那種消失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 她最後那幕真是幾感動 而她的結尾 剛才我說處理得是 我覺得幾悲良 但是處理得好 就是說她和阿禎結婚之後 亦都磨了很久 60年了 她生了兒子 然後磨了一段時間 然後阿禎終於跟她說 其實我都很愛你的MIRROR 她打算真的 受得雲開見全名 無所謂 都騙著你60年 然後就說 一轉眼就60年 說阿禎都已經快要死了 然後就說那個時刻 就是她看到那個患者 就是阿柔來接走了阿禎 我沒有所謂 其實這個阿禎都是水性淫花小嘴話 然後就是老祖宗來接走 飛星 飛星了 原來阿柔是老祖宗 這本事的人生的贏家就是阿禎 沒錯 年輕的時候全部都 全部都 然後又做了英國王妃 然後再臨死都還可以打一次 ADAP 其實最慘的就是MIRROR 最後就是說她 老婆又被把她打走了 接走了 兒子又不知道是不是他 你看那些頭髮生出來 會不會是金黃色的 那些同伴又無色無色 變得好像 你最後看見MIRROR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一個很終極的寂寞 一個孤獨 孤寂 萬年孤寂 很慘 這個撇開一點說 其實真的很像《衝夢》 《梳達》裡面那個拯救人類的英雄 就是這樣最後孤獨終老 都是一個很深情的男人 有機會要看 其實最後跟Mirror在一起 然後Mirror又這樣 有辣有不辣 又被你娶到他 其實他的兒子那裡 都蠻巧妙地去寫 本來如果有說過 因為之前阿禎和阿柔有搞過一次 那兒子可能是他的 但剛巧那段地球二變之後 又出現了很多擁有新能力的小朋友 就好像剛剛可以避過了 究竟這個年輕人是不是阿柔的親生兒子的身份 其實Mirror沒有膽去認證 你要檢查那個人是不是你兒子有多難 其實是 那個年代 他自己沒有膽去檢查 說到這個故事 這麼複雜 其實他中間有很多歷史 那樣東西是虛擬的 他不是完全虛擬 他有一些人物 有一些背景 我們都比較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知道的東西 但也有很多可能是 slightly different 可能有0.5的部分是不同的 有少少跟我們的世界不同 譬如打安娜4的年份 李嘉誠絕之月孫 中國還是一個隱藏的王朝 因為他說的中國是最不同的 跟我們認知最不同的 其實他裡面說的這個李氏家族 就等於現在中國城過的中南海加上九上位 等於中國城 集於一身 就是他們這個李氏王朝 總之你在這個故事裡面看到的中國 就好像 那個感覺就還是走帝制 那個感覺就是 但他就說 他就說 不是 他就說是一個大的家族 是一個很有錢的大富豪的家族 有大富豪的家族 差不多掌控整個中國的家族 但是他那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整個宮廷那些人幾乎都是穿古裝 我自己主要是對這個項目很不滿意 或者很不喜歡 理由就是 其實我覺得所謂的虛擬歷史是不需要的 你不用強勁 反正我也知道這套不是真的 等於日本人要畫到香港 一定是黑社會 風水師和武術家一樣 他們認為是觀念 OK 但他們也是時裝的 但我就覺得他不是以為 他是想畫古裝 是他喜歡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把他跟龍虎門直接對比 這班人跟白年教有什麼分別 幸厚 李玉玲那些穿古裝走來走去 有些太監人走來走去 跟東方無敵的白年教沒有分別 其實李玉玲很少穿古裝 他穿西裝多一點 他只有大廳那幅畫是穿古裝 或者是喜慶節日 其他那些就是 無緣無故有個洗黑龍走去白年教 沒有分別的 我一般喜歡這個 我會以同一條線來笑他 就是這麼簡單 另外有一件我覺得 很不尊重中國的這本書 他竟然說 泰國是美國最懼怕的亞洲國家 介紹阿碧新生之後 他介紹他的身份地位 美國有什麼可能是 泰國有什麼可能是 是亞洲最恐怖的國家 其實也不是中國 理論上 日本和中國都應該比泰國厲害 我想他用了Street Fighter 怎樣才知道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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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肯定 日本和泰國 都是有些微面或者浪漫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是有皇室 在二戰的時候 泰皇也受日本天皇感召 想向美國宣戰 幸好被他的外交官按住 主要是被赤穆斯林按下 所以他開頭說 阿貞選夫勢 泰國皇室是其中一個 他的候選之一 其實都很合乎日本人的想法 因為日本皇室有一段時間 沒有兒子去繼承 曾經想過公主 再找他們的公主和泰國皇室 去生下一代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認為 那個處理很微妙 因為如果你由第一集開始看下去 你最初會以為 世界跟我們差不多 即是說背景 但是他慢慢 由他們離開了神淵道 慢慢你會發現 是越來越不同的 我看到哪裏發覺有些不對勁呢 就是看到有一頁寫著民主化的中國 我哀哀哀 然後我下目背 這本書的背景 應該不是現實世界 絕對不是 其實如果看書 大概是2022年 2022年 跟很多財經分析專家一樣 他們預言中國十年內會內戰 之後可能就有民主化 然後就是理事再決定 對呀 掛起了 對呀 對呀 你會發現 他一開始是相似的 然後越看就越不同 所以我會覺得 因為他這樣處理 你會再接受他之後 那些更加好像 很天馬行空的設定 我自己覺得OK的 其實這一種做法 是我覺得很難處理的 反而是韓國漫畫 就好像繼承了這件事 我看見很多日文 其實都不是太多去想去 因為就是你完全虛擬 因為如果你不是虛擬歷史的話 你很難說得出 所有東西都是韓國人做的 一定要虛擬才能做到這件事 因為你看韓國的漫畫 有時候有些漫畫 它是會假設韓國 還在行帝制呀 現實的 還有韓國的皇室呀 但是就是現代的 然後還要 長江 還要在皇室裡的一些真權呀 然後又走出來 又溝溝一些文女呀 那些 就是很多這些故事 我自己看的最多虛擬歷史 就是內地那些劇 特別是說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很好的 鳥於花香 你沒有看那一套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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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在講故事 她的磁場力量 是強者 磁場力量 磁場轉動 其實很正常 很多時候漫畫的創作就是 很多作者對現實的不滿 或者張志祺的dream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dream 但是 也都不是人人接受到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但是LATO我覺得OK OK 不過只是剛才我們在Part2有講過 一些點子用得不夠好 一些轉招的問題 其中有一幕 他們在香港發生的 但是沒有什麼人會遺疑 我自己都沒有 因為看不到他們 那些帆船 沒有帆船 沒有黑社會 沒有權法家 還有沒有占卜師 講一下由香港 了解了很多事實真相之後 他說 他肯後記寫回取景 其實是香港來的 但是他不說 我完全感覺不到 還有這一套東西其實都 轉接幾次了 也都不諱到幾多 我自己覺得 好像譬如複製人 他們的主角群裏 那些clone 你說皇室那些 幫自己的兒子 去做clone 我覺得都正常的 那你是皇室 你知道的 但是你是運動員 黑社會老大 在你出生就知道 我當譬如 阿守那裡 第三代 他可能是老爸 尤其是鄉下佬法戶 有錢就想找這些搞一下 都是正常的 但是運動員 他老爸 一出生就知道他是 運動員 為什麼呢 他們有賣廣告 好像紅金寶 有賣廣告 那你走過 看見說 好像有點用 我唯一想到就是 當初 變態 阿柏木 去銷這個計劃的時候 他是用一個超低價去吸引人 等於現在韓國 日本的整容醫院 所以就是 阿貓阿狗都走去試試 數得越多 你這個 澳門野場的廣告 很吸引仔 買十送一人 不過你說 沙頓那個 我就覺得 有機會是 Dormarion自己決定的 因為 他跟沙頓相差了20年 差不多 他37歲 但是沙頓只有16歲 但是其實都會問一些 我想你搞什麼都很貴 MICLE JORDAN 17歲的時候 沒有那麼有錢 你不會想到自己死了會怎樣 特別是一個年輕人的話 可能20歲了一年 就突然發達 然後想到我37歲的時候 有些年輕的器官給我用 都挺國際 整個也好 可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是 那些 律貝爾德長者 那些也是 對 他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 還在煩 今個月沒有倫敏膠 怎麼辦 還有空想這些 復制 這些我自己就覺得 有些奇怪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你只是幫你的子女做 那些什麼 行後你不幫自己做 那不合理 不是 行後就說 他是打BOTOS 打嬰兒 那些 紫荷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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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設定 那些 那些 不諱 那些 我覺得這套東西,老實說,我對這套東西的感覺 基本上要開到這本書,我覺得我們是很偉大 這個中秋我覺得自己很偉大 但是我覺得過了第五期之後,開始逃出神淵島 那條橋開始入直路,她是好看的 而且因為少女漫娃有個好處,她自己是很少的 對白不多,圖像比較多,但她的圖像也比較簡約 她的表情畫得很清楚,很容易明白每一個人的感受 而且她做的節奏,我感覺有點像韓劇 不是這個患絕症,就是那個哭 不是那個哭,就是那個不見了媽媽,諸如此 然後不聽人家的解釋,扮小車的少爺皮皮 我覺得那個節奏都醞釀得好 唯獨有中間幾個位置,譬如有些拖子,或者轉了橋 你會覺得是不夠理想 其實她的頭五期,我覺得都有點黏 但是她一過了之後,你會感受到 可能有少女漫娃也是以前 舊的漫娃不會太破 你試一下她的劇情,被人劏了 那個又不知道怎樣 哭幾集 又要殺了自己的親生大哥還是弟弟 你讓現在的漫娃家說她不整個大長篇回憶 即是林阿楓 林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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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可以將一些不起眼的社會 譬如剛才說的阿聰 她是後期變成一個背叛者 但是她的理由又很充分 也帶起其他捐贈者 想自己跟他們的室家 那個家族怎樣去搖書 那個關係 最少充分過胡隱 左左背叛腹才要轉 那理由 我唯一覺得可惜的是 阿壽寫得不夠 阿壽也很帥 這麼多個轉生之後 她是轉變得最大最帥 由一個鬥皮仔 變成一個 22世紀殺人網絡 簡單來說 由阿福變成22世紀殺人網絡 我自己的角度就是 我可以嫌拍目出得太遲 拍目是幕後boss 變態行為也不夠多 他也很夠變態 變態已經很夠變態 但是大戰鬥出得慢 變成中間有一段時間 他們找月之石 但你又會想 被你找到又怎樣 其實你想怎樣 那些人又說要找月之石 找完之後又怎樣 你會覺得他們都迷失 所以他們才有時間去搞BL 他可能看了少年漫畫太多 我常常承認 他最後會來個變身之類 怎樣去抽他們後腳 因為阿佑實在太強了 你說的安倍晴明也是 我以為最後拍妹妹 要求之戰 影響地球的磁場 中國就可以實現民主化 但他最後只是在重力室裡 即是吳空收斂 即是吳空收斂 他就叫不到 好慘 他這個死法都很特別 以少女漫畫來說 我真的沒有見過有人 少年漫畫都少了 那少女漫畫不會無緣無故 走進去 吳空收斂的房間 你真的該死吧 還有最後沒有說到他有沒有變回人 即是阿佑看著他被壓死 壓死了 即是沒有說到 或是最後要把他白化 沒有那些婆媽的事 總之 但拍目很有趣 拍目始終是有個天人的小朋友 一直都很喜歡他的 阿鯊 我不懂得讀 站在哪個位置 阿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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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都 即是喜歡一個朋友 或者喜歡一個大人 喜歡一個叔叔 這樣喜歡他 即是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很善良的人 也了解他內心孤獨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即是一個幕後 即是一個變態度 對嬰兒女產生性慾的一個男人 但會有人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好人 他很寂寞 他離了婚 他老婆不理他 所以很寂寞 你要對他好些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長腿叔叔的失敗版 即是 溝不到朱利亞伯特 就是變態 變態也有知心友 變態也有知心友 天人都有對頭人 所以其實就是整件事 我覺得拍目出得太遲 太少氣氛了 如果他早少出 即是你可以 那班人 即是以為他們 復鬆無奈 拍目已經出場 你就有個向心力 這個故事 如果後來你試看他們 小時候見過他 我實在覺得太遲 有點厚切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是處理得不夠好的地方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套作品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因為沒有太多人寫到 簡直是精彩 可以說 都算是經典 好 今個星期就講一套 經典 舊作 下個星期我們講到 新的 後喜之仇 超越一部經常被人認為是神作的作品 不過下個星期我會存在感很薄弱 不太說話 究竟是甚麼呢 記得要聽我們的預告 今晚就這樣 拜拜